我們帶你一起來關心行政院 臨時召開的院會最新情形 就在剛剛九點半的時候 由賴清德親自來主持 但整個院會的進行議程 並沒有太長的時間 因為今天最重要的焦點 就是賴清德率領所有的閣員 來進行內閣總辭 賴清德進到現場的時候 是先跟閣員們一一的來握手致意 每一個他都握 而且都是用雙手來跟這些閣員們 包含幕僚通通都有握到每一雙手 賴清德說 這是他今天上班的最後一天了 因此他特別要好好的來感激 這些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他說這是他一生的榮耀 可以來到這裡工作 因此他跟這些人共事 他們經歷過非常多的 一些這個苦難 掙扎 因為有很多挨罵批評的政策 不過他們也一起共享歡樂 所以賴清德他在致辭的時候 還看著大家 很多人都是不捨得表情 不過今天賴清德 他是在簽署這些相關文件的時候 所有的閣員們也一併的簽署 但這一次要總辭 其實下一任要來接的就是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敗選了新北市長之後 他現在是要來進行組閣 所以稍後總統府那邊也會有記者會 來宣布由蘇貞昌接任隔魁 因此賴清德他在致辭的時候 特別提到了希望接任的下一個施政團隊 他們這一次的總辭目的 也就是為了讓往後 可以更戰戰兢兢 因此賴清德他今天特別提出 也就是說他的請辭是為了讓蔡總統可以大破大力 才有可以更能夠去改革的方向 因此他今天選擇了下車 也就是他之前一直說的時間到了 他就會告訴大家下車的時間點 不過非常有趣的是 賴清德他引用了金庸小說 因為他引用金庸小說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但這一次他引用的這一段 是楊過跟將軍寶所說的 也就是在此相逢 在此分手 在相遇了之後呢 未來也有可能還會再有機會見面 而且是在壯大臺灣的時刻 壯大臺灣的時刻 這聽起來就非常的耐人尋味 是不是賴清德為了之後的二零二零 還有其他的佈局規劃 甚至是往更後面的發展去做著想 因此也讓大家特別會心的一笑 也就是他提出的金庸小說這一段的時候 甚至是說他日還可以在這個杯酒延歡 因為有可能大家都還會再見面 只不過這個見面的時間點 還是沒有說得非常清楚 就像他當初在說 要下車的時刻一樣 時間到了會跟大家講 所以未來相見的時刻 他到的時候也會跟大家說 那賴清德 他其實從昨天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去立法院的議場質疑 臉上的笑容真的是藏都藏不住 很多人說他是滿面春風 因為賴院長最近其實很少 有公開的行程 甚至是有公開行程的時候 好像都是眉頭深鎖 不過昨天到立法院 這些民進黨的男立委 女立委也好 通通都給他一個非常大的擁抱 所以他在昨天說 他的時間到了 臉上也因此露出了相當大的笑容 這讓大家想起了 是不是跟之前一樣 前行政院長林權 他再要請辭要走人的時候 也是一樣 好像是心情輕鬆和緩了許多 反而是下任要接的才要準備 因為接下來施政的重點 很關心的 攸關是民進黨的二零二零 所以賴清德 他剛才一再地提到了一一二四 這個可是給民進黨非常大的教訓 所以他在一一二四當天 其實就口頭的跟蔡總統 來請辭了 不過被小英總統未留 但是從一一二四到今天一月十號 這總共長達了四十九天的時間 他最後還是決定要堅定的離去 而堅定的離去 在一月十號 等於是賴清德最後一天上班 稍後他也即將會到總統府內去 但這一次因為他非常的堅定要離開 總統也沒有再攔阻 所以派接下來的 也就是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來接任賴清德的位子 這個是賴下蘇上 不過都一樣 這是到時候還是會來阻隔 但不過蠻多的閣員 有可能都會是被留任的 甚至最新提到的 有關於這個行政院的副院長 已經鎖定的 就是在這個前民進黨的立委 陳其邁來接任 而秘書長的人選 則是前臺南市的代理市長 李孟燕 包含了前臺中市長林佳龍 也都被徵詢 有沒有可能來出任交通部長 這個之後 我們都還會有進一步的來掌握 但賴清德今天率領 閣員總辭 稍後還會來拍畢業照 跟照漁網的慣例 都一樣會有一個畢業的合照 不過賴清德 他今天自己說了 他今天的離開 也就是為了往後 再繼續去做準備 所以其實也留下了 很深刻的伏筆 那今天在現場 其實內部行政院會的畫面 都是由行政院裡面提供 但在場來的媒體有非常多 至少有三四十部的機器 都在現場等待的 為了就是捕捉賴清德上班的一刻 還有他即將要下班 下車的這一刻 那賴清德從二零一七年的九月 上任到現在以來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中間經歷過非常多的這些改革 他們因為有很多的衝撞 包含了像是有零二零六的大地震 也好 或者是零八二三的這一次水災 也好 甚至是普悠馬翻車事件 剛剛這些政大的 重大的經歷 都是賴清德 他在談話的時候 特別一併提出來的 因為經歷過了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他才會格外的感激 他的這一些團隊 只不過因為這麼多的一些改革事件 甚至是政府被質疑說 在這些處理的過程 都是慢半拍的 很多的罵聲接連而來 還有這一個包含了工資 甚至因為賴清德之前提到了 有關於薪水三萬做工的 這一件事情 所以當時賴清德 也被人家叫做是工德院長 行政院變成的是工德院 相信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當初還有這個 工德院的貼紙就貼在行政院的附近 而包含了其實在民進黨執政的 這段時間 行政院的這裡大門口 總是常常都有背革抗議的狀況 這些事件非常的多 那賴清德 他當然也承受了相當大的一些壓力 所以他這一次 他說他是非常的堅定 如同他當初堅定的來接任 隔魁 現在又要堅定的離去 所以他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所做的事情 他認為說 他都是為了整個國家 為了小英總統 他認為他現在必須要離開了 總統他才有辦法可以大破大力 才可以再來重新的改革 當然民進黨要重新的來整隊 也就是必須要有這樣子一個人的離開 所以他必須要負起這樣的責任 所以在蔡英文辭去了黨主席之後 現在賴清德也是辭去了行政院長的工作 那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樣的規劃跟掌握 我們還會持續的來關心 接下來時間 我們要先交還給棚內